優先第一個選擇 來拜會韓國瑜 這代表是他的政治分量 因為其實在六都當中 我想過去是台北市 佔了這個得天獨厚的位置 因為他是首都 所以各國的大使 其實跟這個首都市長 大概都會有比較頻繁的互動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就是說高雄過去 有沒有這麼熱絡的現象 就是說各國的代表處 這麼急切的想要來拜會 而且希望達成某種程度的合作 所以我覺得在頻率跟速度上 的確各個國家 其實他們駐台 也一定看報紙 打開電視也是韓國瑜 新聞也是韓國瑜 所以當然對這一些大使來講 他優先也會覺得說 這個算是很有分量的 不認識一下不行 對 很有人氣的 我怎麼樣我也要寫報告回去 我們國家說 對於台灣現在高度報導的 這個韓國瑜市長 我也去拜會過了 我也促成了 我們要什麼時候 可以跟這個城市 來一個交流合作 所以我覺得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對高雄市民來講 我要說恭喜高雄市民 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藉由韓國瑜市長 把高雄市政府 真的這樣的能見度 是推向國際 就是在國際上面 也具有一定的能見度了 現在的高雄 已經可以跟台北 就是放在這個等同的位置了 我想這是韓國瑜效應 為高雄市民帶來的一個 國際效應的效果 當然一個人人氣這麼高 然後政治影響力這麼大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預測說 你的下一步 或者是剛好今年就非常的關鍵 明年2020就要選總統了 所以韓國瑜會不斷不斷的被討論 你說現在有這麼多的呼聲 是不是現在 韓國瑜本身會做出這樣子的一個表態 或者是說有可能這個事就會成 我認為時機還未到 不太可能是現在這個時間點會去說 韓國瑜就已經是選總統 然後他自己也會有什麼主動的意願 還沒到 因為國民黨的初選機制也還沒出來 然後國民黨會有誰 可能是這個初選的候選人 也還沒有出來 所以我覺得整個事情 應該是過完年後 大概再兩三個月 這個態勢會比較明朗 最關鍵的當然就是說 過去剛上任的市長 就訪美這件事情是比較罕見的 韓國瑜的訪美型一定是一個高度被矚目的 然後這個會產生一些作用跟反應 就是說訪美之後 他的整個政治聲量 是不是又再跳一擊 如果再跳一擊 我覺得真的 國民黨其他候選人要非常的焦慮 在這樣的一個聲勢底下 連柯屁也要非常的焦慮 就是大概就沒有人可以去超越他 但是政治有時候是瞬息萬變的 就是說你在此時此刻看的點 包括柯文哲的聲勢 就是大家也不用太高顧 因為最近的這個政治人物的喜好度 他也掉到了最後一名 所以政治他是時時刻刻在產生變化 我個人認為這整個的觀察 還要再兩三個月 因為包括其他的候選人緊張之後 覺得有壓力之後 他們也會力求一些表現跟突破 韓國瑜也要穩穩的守住 他現在的聲勢 而且在更上一層 柯P大家一直把它視為是最強的對手 但如果他的聲勢 他的趨勢 是開始往下走 譬如說我們可以觀察春節期間 他很用力的安排了 要跟各個網紅 就是大量在網路上去提他的聲量 可不可以提得起來這個是 他有很多花招 還要一日雙城 就是他又要去騎腳踏車了 以前已經騎過了 現在在騎有沒有那個效應 如果沒有對他會是傷 就是說他的聲量會慢慢往下滑 還有防美 大家會比較說 也好多人都要防美 你柯P的防美到底有沒有帶來一些 什麼新的亮點 新的論述 或者是大家對他一個 不同的政治想像 這個對柯P也都是考驗 所以我覺得很多牌這樣子打來打去 唯一一個比較確定的就是說 蔡英文 蔡英文現在傳出來最新的就是 蔡英文一定跟陳建仁在搭檔 大家就可以想像 這一組人選 對大家講有新意嗎 就是說票投來投去 事件有信心說可以打敗柯文哲 黃議員有些事情你的判斷 我很佩服你 但你這樣的判斷 我為你捏把冷汗 因為你最討厭的柯P 可能又可能會被你扶攏上去 如果你一直講說 小英你會當選的話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認為大家在這段時間 可以仔細的觀察 這一些政治人物的表現 就是說大家到底有沒有在進步 有沒有在為台灣想 有沒有提出更好的 在他擔任一個領導人 他的高度 他可以幫台灣提出一個 新的解決問題的方向 我覺得大家其實是可以仔細的觀察 此時此刻說誰一定會選 誰一定會當選 我覺得有點掩飾過照 所以想要拿到2020門票的人 真的都要加油 因為你自己不進步的話 你的競爭對手 都在進步的狀況底下 現在的民調真的都是參考 不是最終的一句 婚宇 如果過了這個春節 柯文哲的這個聲勢 仍然是維持現在的高支持度 就是也贏蔡英文 也贏朱立倫 這個狀態之下你挺不挺韓國瑜出來選 我覺得就是過完春節之後 當然其他的候選人的這個 到底會是高還是低 不知道 但是如果真的到最後 譬如說到4月5月 出來的民調 只有柯文哲可以完全壓制 不是只有 韓國瑜可以完全壓制柯文哲 我覺得可能所有黨員的想法 就趨於一致 國民黨必須派一個 台灣人民國民黨員都覺得應該只有 韓國瑜出來了 就是說到那個時候 所以我說現在判斷還研製過 在兩三個月之後看那個變化 如果其他候選人就是不進步 也沒有辦法贏得更多人民的支持 我覺得那個態勢就很明顯 如果韓國瑜的聲量還持續升高 我覺得當然大家就會覺得 我也可以問一下王世堅議員 你認為選柯文哲比較好 還是選韓國瑜比較好 我會選韓國瑜 我認為至少這樣子的一個人 他已經說他要選蔡英文了 就只有這兩個選項對不對 你的問題是說 如果說到只剩下這兩個人的時候 只有唯一韓國瑜 可以打敗柯文哲的時候 我相信國民黨黨員的態度 就會非常清楚 那是沒有辦法 就是說形勢已經變化到 沒有更強的人 非韓國瑜不可 才能打敗柯屁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覺得 也不是操之在韓國瑜本人了 就是說很多的這種基層的力量 包括王世堅議員會出來挺他了 就是說還是非得要韓國瑜不可 因為不能讓柯P上 柯P上很多人 像沈大夫都要移民了 所以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覺得就很有可能 大家的選擇 共識度就會很高 但是他的變數就在這三個月 所以每一個候選人 其實都要非常戰戰兢兢的 提升自己的實力 都有都會 都是旁邊的 一定有 stink 但都會不會 何會不會 做不了 你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